大家好,我是汽车教练Bill 今天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主要说一下澳洲路考慢动作部分 为什么95%的人得不到满分 为什么50%一多半往上的人是fail在慢动作上 废话不多说,赶快看视频吧 咱们看这个图,实体的方框表示是个车 外边虚线画的就表示假想的车库的大小 然后这三个杆分别摆在红点上分别是123这三个点 咱们大家看了图 然后这尺寸是多大呢 车库的尺寸是前后距离跟车头跟车尾 这个车库的距离分别是1.2米 咱们看着这个图 左右距离分别是A和B A加B等于30厘米 那好,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如何具体去做 最开始的位置是第一个位置,是A的位置 实体的方块的这个车 先往后退,退到B的位置 不能撞上那个高3,红色的是高 不能撞到高3,先停下来 然后打右灯,从B的位置打右灯 起步程序,5秒 看着都没车,出去 出到C的位置 当然这个远近没有太严格的要求 只要车正了就OK了 到C的位置停下来之后 看一圈都没车之后 咱们 挂上倒挡 然后开始往回退 退到什么位置呢 退到第一个位置是D的位置 D的位置是啥呢 就是司机是个黄点 透过左侧车窗 你看我左侧车窗画的是两个黄色的车窗 的后侧 左侧车窗 后车窗最后端 能看到第一根杆 1这个小红点 第一点到了停下来 方向盘左打打4 接着退 就退到E的位置 E是什么位置呢 就是从还是司机小黄点 透过右侧侧车窗的后侧窗 看到第二根杆 就是红色的杆 符号是2的时候 停 这是第二个点 到了第二个位置 E的位置 停下来 把车轮打正 接着退 退到F的位置 那F位置是啥位置呢 就是这个F位置 这个小黄点 这个车 人啊司机 看到第一根杆 还是第二根杆的红杆 你看我都是用黄线画的 正好是透过他自己车窗 正前窗 挡棚玻璃位置的 左下角的位置 这就是第四 就是F的位置就到了 到了之后干什么呢 把车轮打右 打死 再往回退 就能退到B的位置 就进来了 然后退到B的位置之后呢 停一下 然后把车轮打正 挂上前进档 看好一圈都没人 直接往前一开 直接调整到A的位置 最后就回来了 这就是具体的做法 先挂到达 然后松掉手刹 确认前后左右都没有车 然后呢 往后退 看着后干往后退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呢 可以看 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它 你可以这么一颗 回头看看后再看看车 看看后再看看这 这都可以 然后出的时候呢 那一定是请出程序要打灯5秒 5秒呢就是灯闪10下 10下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呢 出之前一定要确认 盲点也没有人 然后咱们可以出发 出来之后 贴着杆挺好 贴着杆挺好 停好之后 开始光倒倒准备退 退之前呢 每次都要看一下360度 确认都没车没人 那好 还是往后退 退到第一点是呢 咱们把方向盘左打打死 然后确认前后左右确实都没车 接着退 退到第二点 第二点是啥呢 是从右侧后车窗 看到后边外侧 那个杆再退 你到了 行 就这个位置 第二点到了之后把轮打正 再退退到第三点 第三点是啥位置呢 也得是确认没人没车啊 第三点是看这根杆 这是第三点 等那个轮又打死了 这回进来就整好 然后呢 往后接着退 退的时候注意技巧是什么呢 千万别撞着 看那个圆镜 别撞着侧边的 客 再一个呢 是比如撞着后边的后杆 后杆怎么看呢 一个是看这块 一个是回头看后 但是要以回头为主 你可以回个头看一下这 这都可以 然后等到差不多车已经水平了 跟马拉雅水平了 这个时候 轮打正 往前进到 确认 确实都没车 然后往前走 走到正中间的位置 就OK了 前后都是正中间的位置 看两个杆距离相等 这就OK 就做完了 然后是手刹 这就是一颗完整的屏幕 就像这个子 那样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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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做90度停车 就是90度停车里的90度停车 首先90度停车场里开的时候就跟马路上一样 一定要keep left 偏着左开 你不能在逆向上开 你就看图中的位置 A和B在偏左开 而且还不能压线 不能压停车场的实线 开到什么位置呢? 比如说咱想停的位置是C 咱从A的位置一直往前开 开到B的位置 就是你看我这个图上画的红线 就是要停的停车位 C的位置 右手车的那段实线延长出来就是红线 一直对到B的车的 基本上是右边侧镜的位置 停下来把路右打打死 进去 正好基本上就是C的位置 首先咱们先直着沿着左开 然后打一个右灯 然后比如说咱们要进哪个车库呢? 咱们要进现在眼前这个车库 看着了? 然后我进的 我拿手指指下 不是这个车库 进的是这个车库 能看着我这个位置吗? 进的是这个车库 好吧 然后现在 好 我把轮打死 进来就正好 就是这个车库 50度停车出的时候 先直着退 确认呢 一定确认前后左右都没车 要观察360度 都没车 先直着退 退 退到什么位置呢? 退到咱们的司机的身体 基本上已经出了车库 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把车轮打死 同时也是看着后确认都没车 退到后边呢 将好不压后边车库的时候 先把轮正打打死 打又打死 停下来 然后换前进档 也是 一定要看360度 确认没人没车 好 这时候咱们再走 这就是酒不够停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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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酒不够停车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在大马路上 就是双向四车道上 做Utun或者叫掉头 首先呢 它最好找一个梯子路口 开到A的位置 开到A的位置之后呢 确认对面没有车了之后 然后呢 也得确认后边没有车右转 就类似于X那个位置 没有车右转 同时右手侧的外车 也没有右转的车 没有X没有Y 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只稍微往前开一点点 开到B的位置 把轮基本上是打死 沿着曲线 Track1走到C的位置 然后确认最好 这其实不是必须停啊 你可以停可以不停在C的位置 看一下后边都没车了之后 然后直接走走到D的位置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如果是X在那右转 或者是Y 就是两个红的车 这个位置 他们都打右灯了 那得自动取消 什么叫取消呢 就是走Track2 变成右转 不是做Utun了 这是如何做Utun 然后做Utun呢 有好几种情况 需要取消Utun 就是说比如说考官下指令 做个Utun 你在A的位置停住了 要做Utun 结果等着等着 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下面三种情况 第一B车右转了 第二C车右转或者执行 第三D车右转或者执行 发生这三种情况 要干什么呢 要取消Utun 就是不做了 干什么呢 自动做Utun 这种时候考试不是fail你 是正常情况 是你的两分还是得的 如果你这种情况发生了 B车来了 C车来了 D车来了 你还做Utun 这是直接fail考试的 如果C车左转 那是等C车走了之后 A车再做Utun 现在咱们要过一个Utun 再大马做个Utun 你看这个有四条道 上四条四车道 我们做一个Utun 首先要找一个T字路口 前方呢 这就有一个T字路口 要看劲儿 然后打灯 好 打了灯之后呢 渐渐的踩沙车 这时候前边没有车 后边也没有车 我的右侧这个T字路口 到什么也没车 我就可以直接拐进来 拐进来之后呢 停到这个位置 等一下 确认后边都没车 OK 现在就走了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典型的大马路上做Utun 没有车 我后边也没有车 我的右侧这个T字路口 到什么也没车 我后边也没有车 就可以直接拐进来 拐进来之后呢 停到这个位置 等一下 确认后边都没车 OK 现在就走了 就可以了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考试的时候停车和起步的顺序 停车的时候就是 先是看镜打灯踩刹车 然后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 一定要是按顺序 手刹P挡 脚离开刹车 再回灯 起步呢 顺序是先看中镜 即侧镜里面有没有车 然后打灯5秒 然后脚踩着刹车 挂D挡 挂完D挡之后 回头看 右侧的盲点有没有车 没有车 没有车没有人 这时候松掉手刹 松掉手刹 复发 停车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停的时候 咱必须离Curve的距离 就是车的左边车身 离Curve的距离 必须要小于30厘米 30厘米怎么看呢 大家看一下上面这个图 我这个圆镜子里边 在车和Curve之间 我画了一条红线 那条红线就是马路崖 就是水泥做的白色的 和百油马路是深灰色的 它俩的交界线 就是你车得是压上这条线一里 就是小于30厘米才合格 图上这个停车是不合格的 因为它在Curve以外侧 然后这个图 你看这个通过小元镜 看车身和Curve之间的距离 你就看不到红线以外侧的 那个深灰色的白油马路 所以说这个就是合格的 首先看镜 打灯 然后轻轻的踩刹车 然后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呢 的顺序是拉手刹 挂P的 叫雷雷刹车 这时候回灯 然后呢 现在马上做一个起步的顺序 起步呢 是首先看镜 看镜都没车 打右灯 等上10下 10下就是5秒 6 7 8 9 10下之后 脚踩刹车挂前进挡 这时候松掉手刹 再确认一下镜子都没人 没车 后边盲点也没人 咱们就可以走了 2 3 5 4 5 5 2 5 感谢观看